最近有种感觉好像比较容易饿 饿的时候说饿就饿 我看到那个长江水好像流量很大 但是突然感觉好像流量就小了 突然感觉流量小了 突然感觉流量小了 甚至会发生树断流就断流 发生树断流就断流 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呢 难道是源头啊?不是 是上海大坝那边 现在有好多灵界的东西在那边 再倒过 再倒过 在那边挖下面的 挖下面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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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挖下面的空 那个水是到了另外的空间 挖到另外的空间 这一批从原来上面的挖它不一样 上面的挖它还是在我们这个空间里的挖了一个洞 所以要专业的 所以这一次呢 有专业的东西也去挖了 也去挖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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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难怪 我就是感觉 临拍的时候感觉那个不对劲 怎么上海浅机挖火了 怎么又挖了 原来是挖在不同的空间里面 挖在不同的空间里面 以前挖火的还没使用的呢 是挖在我们这个空间 是在我们这个空间 所以这个水流过去 一头进去 一头从那上海大巴上游进去 下游出出来 而这一次呢 那些不是专业的 都是 是 像我们所说的 也在那边挖 再挖 慢慢喊 再挖 另外呢 路过飞碟的也剩下把他们 当了些忙 再挖 但是他们挖到了立卖空间去了 立卖空间去了 挖到立卖空间去了 所以呢 啪 一下子水就跑掉了 跑到立卖空间里面 一到立卖空间里面 就像少了嘛 就是水 下游 经过那个 隔游坝下面出息的水量少了 如果那个口开得更大的挖到 啪 一下子水就跑掉了 甚至 都可能发生了 长延期断流 因为水跑了立卖空间里面 水跑了立卖空间里面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好 我知道了 观察观察吧 如果发生这个事 到时候我帮他接过去 他知道了 好 知道了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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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见